歡迎收看上次關心電影的南島新聞 來自美國的STEAM教育代表中中科學科技工廷藝術和所學 高大學科來看人工進學 載團看人員用夢教育基金會 這次就在中堅國中辦理STEAM教育伯列當年贏 讓官來公秀嘉欣來做參加 透過實質事件頂點方式來企劃嘉欣在台灣人工的境處 效果嗎?沒有 沒有 人體為期六天的STEAM教育伯列當年贏 由清華大學看人員科學教育中心主任 台銘鴻選領團隊請出世界庫庭並實在來教學 開化學生多元的千年跟慶祝 就是有很多實驗還有一些可以帶回家好玩的玩具 就是一個圖案然後把鏡子放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圖案 我手上眼鏡就是可以把圖片上不立體的東西變成很像真實的物景 科學的理解要到大學甚至要到大學高年級大三大四才有辦法理解裡面的原理 可是有些東西我們不一定要知道原理 我只要會應用它善用它就OK了 那很多科學其實就是經過手作經過去親身去體驗 像我們剛剛在看3D立體 那從3D立體裡面去體驗出怎麼樣才會做出一個最好的立體效果 仰望教育基金培一行長立即投資出 仰對庫庭設計在愛國體驗和NC實驗為主 在實驗過程中印度小孩探索研究和發生問題 後來自己思考如何運用科技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我們基金會為了照顧南投縣孩子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是完全免費 所有的費用 終點費 材料費等等事務費用 完全是由仰望基金會來贊助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有點擔憂 因為聽到STEAM教育 不曉得家長會不會來報名 結果沒有想到4分鐘之內秒殺120人 不過我們這一次有保障名額 保障女生名額 因為我們也是想應 就是2月11號嘛 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女性科學日 給學生從實作當中去發掘科學的樂趣 也啟發他們對科學的一個好奇 同時能夠讓學生因為有這樣一個機會 也許未來他們更能夠掌握自己想要做的一些 有興趣的一些讀書的一個計畫 或者是對自然探究的一個能力的培養 尤其是我們要培養孩子 STEAM的一個創作的能力 由雅雅特康庭、學員清新提供各種籌備的科學實驗 並在竹籍前 中學長的東西實在做運用 他會混在討論 聽證不一樣的成功 記者新聞 查詢報道